救护车赶抵现场 两名救护员急忙把担架推下车 多名原警卫在伤患旁边 眼看男子几度挣扎 只好有警察帮忙 费了一番功夫 终于把他抬上担架 顺利送上救护车 这名男子被救护车送到医院之后 原本烂醉如宁的他却醒了过来 但他竟然试图要咬人 甚至攻击救护员 8号下午2点半 在台北市士林大北路上 22岁的灵性男子和朋友喝的烂醉 没想到兔的全身又摔倒撞到头 路人赶紧叫119 救护人员到场后将男子送医治疗 没想到到院却开始躁动 中心救护员帮忙换病床 并协助上约束带 但男子咬完人又出脚踹救护员 造成他眼眶疼痛肿胀 鼻子淤血颧骨顿挫伤 一直做事要用嘴巴去咬人 当时我是在留意 我的手不要被他咬到 因此下半身已经摆脱控制 在那个时间 我是没有立即去留意到 然后他就提上来 导致我这边被踢到 中心救护员从事消防9年 专责救护6年 当下戴着眼镜 镜框都坏了镜片喷飞 让他直呼 幸好有眼镜保护才减缓冲击 但消防救护人员出勤时 该怎么保护自己 平常都会教育同仁 就是在遇到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救护的时候 要有一些危害的预知 要压制 或者要控制人身自由的时候 这个都会加拍110到现场 保护管束跟限制人身的部分 都是警察权利 我们都是基于行政协助的部分 消防员都有基本的柔道训练 知道怎么自保 如果患者有伤人行为 会联络警方拘留 若要送医则请远警协助约束 这回救人却被攻击 救护员强调家人都很担心 甚至要他离职 不让救护资源被糟蹋 现在他也对动手男子 提告伤害及防害公务 TVBS新闻黄建国苏佩宇 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